约翰福音曾经记载了耶稣所信的七个伟大的神迹 而每一个神迹都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其中一个最大的神迹 我想你们都知道 就是在十一章所继续的耶稣基督的好朋友 拉撒路他如何从死里复活 通常我们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们喜欢把这个焦点放在 耶稣如何使他死里复活 而且他复活之后 弟兄姐妹是如何的欢喜快乐 但是我们却很少关注在拉撒路病了 而且死了的这个经文的继续当中 如果你仔细地观察这段圣经 你会发现那个家庭 就是拉撒路、马达、玛利亚的这个家庭 他们实际上经历了一次非常艰难的一个里程 首先当马达找耶稣的时候 他说你所爱的人病了 我听了这些 我看了这些圣经 我觉得很奇怪 拉撒路是耶稣的好朋友 耶稣是神的儿子 可以行神迹 可以使人死里复活的 是属于神的 可是这个拉撒路他怎么会病呢 他如果是耶稣那么祝福保守的 他居然会病了 而且第二的他不单单病了 而且他死了 那就更加令我惊奇的 就是说耶稣所爱的那个朋友 那个那么他所看重的那个人 居然他死了 在经文中看到拉撒路 我们的主人公的确病了 死了 而且被他的姐姐马达向耶稣抱怨说 耶稣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救他 他都死了四天了 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 死了四天人都发臭了 就是在这个情况下 耶稣来到了这个家庭 耶稣圣经当中最短的一节经文 叫耶稣哭了 四个字 耶稣哭了 耶稣居然哭了 我觉得在这里其实 耶稣是帮助这个家庭 在一同艰难他们的曲折 我想在这里提醒我们的是 无论你我是否接受耶稣基督 作为的救主 个人的救主 作为生命的主 我们不能否认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你我都会面对生老病死 无论你是否认识耶稣 我们都会经历肉体生命死亡的决局 这段日子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 突然横遭一些生理上的打击 有一位姐妹突然之间中风了 年轻三十多岁 有几个孩子 至今还在重危病房当中 躺在那里 我们不知道他们将来会怎么样 他们的家庭将来会怎么样 他自己会怎么样 他的孩子会怎么样 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 就是生活现实是很残酷的 我们的亲人们 他们会病 他们会死 甚至 他们的亲人会面对 更严重的那种心理中的折磨 我不知道你我是否一定有这样的经历 但是一定我们有类似的 有没有 有的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突然你的亲人 被一种巨大的病痛折磨到死去活来 有时不得不送紧急的医院去救助 甚至没有办法知道他能不能活下来 而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在 面对这个现实世界无法回避的 但是无论如何 作为基督徒 我们相信圣经所说的 拉撒路终必死里复活 我们有一天在那末后的日子 终必与基督一起复活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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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